啊嘞 什么情况 我是汉塔 在床上灵魂怎么飘出来了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灵魂猪枪 不对 我不意思死了吧 吓 还能呼吸 应该没死 难道有机会 让我进去小鱼的大脑瞧一瞧 学习那么差 里面是不是长满了草呢 这不止长草树都出来了 看来这些年 小鱼没少往脑子里浇水啊 遍地都是桃树香架树 听说过核桃补脑 难道桃子香蕉也能补 这小鱼天天就要烧吃 但凡东东脑子好好睡觉 也不至于烤个倒数地吧 这臭小小打红了跟打雷尸打潮汁 要不是我善良可爱 该怎么把她的嘴封起来 你还得寸几时 中间你就睡觉醒后谁呢 听这些严重扰民的噪音 睡睡不着了 生活就像一杯白开水清淡无味 咦小鱼醒了 小鱼疯了吧 喝什么不好喝眼睛 好臭 一口气连喝几杯 感觉味都喝饱了 原来这是小鱼儿的微步啊 难怪全是吃的 什么香蕉桃子和小麦 一大早逛这么多水 小鱼儿这是钢铁滋味啊 可惜我不是钢铁侠 还是赶紧晚上逃命吧 免得待会又来一波岩浆 害得我被迫泡岩浆走 那我可无福消瘦呀 哦 岩浆没在上市了 看鸭子小鱼儿确实是喝饱了 什么味道啊 这是小鱼儿的嘴巴吗 我的老天爷 看看这五花八门的猪牙 里面还塞了各种各样生菜残渣 恶心死我了 完美 今天的我依然是梦鱼花倾国倾城啊 现在简单输口吧 这可是专家推荐的输口水 每天一口无需刷牙 真的让牙齿整洁 干净又美白呢 还专家推荐呢 小鱼儿这是人上前都太好骗了 管是疏口水又杀用 这食物藏在中山牙齿里都砸根了 回头一定要好好堵住他刷牙才行 此地恶臭男人不宜久留 赶紧去别的地方看看 啊嘞 小鱼儿的视野 看来这里是控制思摩神经四统的大脑中枢 让我看看这怎么堆积了那么多的礼物和玩具 还有石碑 叫人甚得欢 他脑子里还有机器乖乖乱七八糟的 这里可以连接小鱼儿的视野 同步他的记忆 让我来看看 他上次的成绩 完了完了 我这次才考了六十分干我及格 要是被妈妈知道 我这次又考了全班 不不 全校都是第一 那我肯定就死翘翘了 为了保住我的小命 还是稍微改一下分数吧 八十分中规中矩 既不算高分也不算低分 妈妈肯定没换手 呃妈妈你看 这是上次的预考试卷 我考的还不错吧 又不是满分 你沾沾自习什么 这题目好像有点难 勉强还算不错 哈哈 我就从小鱼儿回一回 当初第一 她妈妈怎么从来没骂过她 原来是跟她撒谎了 做人诚实 手心是基本 看我这就把小鱼儿的性格 改成真实 对不起妈妈 我错了 其实我就考了六十分 偷偷改了分数 哎呀我去 我怎么把心里话脱口而出了 完了 话脱就是也救不了我 岂有此理 我看你是皮痒了吧 居然敢撒谎改分数 看我这就给你来一顿 藤条闷猪肉 嗯 挨了一顿打 眼睛都要哭肿了 都怪妈妈气死我了 这都能怪妈妈呢 小鱼儿这包招的脾气 也必须改一改 让我给她整个担定啦 哦突然觉得身心都放松了下来 其实爱顿打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 每天立行请穿下我的柜子 这些可是我攒了好几年的零块钱 要好好清点一下 这么多私房钱还成天气好气吧啦 扣扣唆唆的是怎么能心呢 捉人嘛 最重要是善良大方 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 都要记得有福同享啊 哎呀我的手怎么用上 居然不受控制自动点开了购物商城 还下单购买那么多个包包 我记得小小好像很喜欢这种可爱的包包 每个颜色都送她几个 还有这个名贵包包很适合妈妈 最后一点小鱼儿太烂了 我来祝她一臂之力 让她变得努力又勤奋 小伯伯你觉得我把小鱼儿改造的怎么样呢 一次十分你呢给我几分呢 什么事不用�小鱼儿改造的 alrigh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